上世纪初,上海滩涌现了一批路人皆知的风云人物,有黄金戎、杜月笙、张孝林三人。 这些人声名显赫,跺一跺脚,上海滩便会大乱,但是在上海滩其实还有一个这样的人物,她是一个女子,但是就连杜月笙都要给她面子。 她是黄金戎背后的军士,上海青帮真正的创始人之一,人称贵生界的林贵生。 林贵生出生于苏州,二十世纪初来到上海,林贵生在自己的经营下,很快有了自己的一家妓院烟花街。 黄金戎来与林贵生一见钟情,两个人很快结婚,两人结婚后搬到了上海三不管地带十六处。 林贵生向黄金戎建议,以十六处为基地公开广收门图。 黄金戎一拍即合,林贵生通过自己早年在上海认识的三角九流,还有早年建立的名声,很快黄金戎的手下一下子就达到了上千人,一下子成为了上海滩事力最大组织。 黄金戎在明处,通过自己的在法作界探长的关系发展自己的势力。 陛下则由林贵生亲自领导,在林贵生带领下黄金戎的地盘,与金钱都有很大的发展。 在青帮之内,大家都叫林贵生贵生姐,上海本地人则趁他为白相扫,意思为旅游萌头子。 林贵生看人的眼光也很准,就连杜月生都是他一手提拔。 杜月生的初次露面,是在林贵生生病,时候选中为林贵生看护。 杜月生的细心让林贵生很是满意,并有心测试他一把。 有次林贵生故意带杜月生去赌场玩,并故意让杜月生赢了两千元。 林贵生派人暗中观察杜月生怎么花掉这笔钱,果然杜月生拿着这笔钱清理旧账,分给了昔日的哥们。 于是林贵生把杜月生当作新妇来培养,事实证明了林贵生看人的眼光果然不懂。 林贵生到处结交上海各路势力,下到妓院老保,上到政府官员,全都要给他三分泊面。 在林贵生的带领下,黄金荣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 然而,黄金荣突然鬼迷心跳,做了一个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,要取比自己小很多的上海名林陆兰春未妻。 陆兰春提出要掌管黄家的财政大权,并要做镇防太太。 黄金荣都通通答应,林贵生心灰意朗,一气之下拿着五万元分而离家。 这个时候,黄金荣才心如死灰,怀念起了自己的糟糠之妻林贵生,并在皇宫馆中满了桂花树,用来怀念自己的妻子林贵生,希望她能回心转意。 但是,倔强的林贵生最终也没有回去,这位曾经在上海叱咤风云的女萧雄,一直隐没在西魔路的老房子里,1981年孤独死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